嗨大家好,我是吳瑋 今天為各位來簡單迅速介紹一下這一顆 剛達到貨的奧創WRM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順便也把奧創GTS-M拿出來好了 因為大家一定會想知道這兩顆的比較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內部好了 其實它內部,它現在都已經走簡單化 就是一顆方塊,然後再一個配件包這樣子 螺絲起子 兩種不同尺寸的磁鐵,我覺得都很詳細 基本的解法嘛,小卡片 這是王嘉瑜 這是我們的水果奶奶 接下來我大概花一天一天半的時間 我們用心的來體會這顆方塊轉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然後也會跟各位報告它跟GTS-M有什麼差異 回來了 今天一整天真的是好累啊 你看身上的汗還沒乾 不過蠻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出去走走 出去玩的過程我還是盡量把握機會 會就盡可能的多多比較這兩顆 實際在解再轉的差異啦 我們換個角度來拍好不好 這個WM的包裝就是真的是相當的簡單 柬埔啦,只出黑色跟右色 或者說廠家越來越不照顧這個白色白筆的 我有一段時間我也非常喜歡白筆的方塊 但是一直玩到現在我就會覺得我的選擇好少 特別是旗艦方塊他們都越來越不做白色 銷量的考量啦 直接看這個外型 你是不是發現它不太一樣的 它稍微大它一點 沒有錯 這個GTS-M它的大小是63 然後WM它大小是62 之前我們在拿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有辦法做到這麼小 又這麼好轉很厲害對不對 沒想到又可以再往上提升 雖然只是小1mm 但是應該也是做了很多的修正 因為不是那麼簡單 直接縮小就縮小而已 你看我在轉的那種感覺 不管是陣容錯、逆容錯 逆容錯其實做的都很好 那你說它比它提升多少 我覺得如果講性能那邊的話 兩顆可以說非常接近 很多東西沒辦法那麼精準的去量化 它的磁力稍微強一點 那這個磁力就比它弱 可是因為這兩顆的重量有很大的差異 這一顆是155顆 這顆是135顆嘛 135顆跟什麼一樣重你知道嗎 跟VOK為你一樣重 所以雖然說WM的磁力 比GTS-M還要再弱一點點 可是因為GTS-M它整顆是比較重 它的慣性力也比較大 所以它需要強一點的磁力 這個很正常 這個轉起來也是很平衡 那它比它弱一點 可是它重量減少它很多 這樣相較之下你轉起來 就會覺得 這個磁力好像有點偏強 但其實不會 它的磁力比它弱一點 那這種高階的方塊 你說去微調那些磁力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調 有的時候 方塊本身那個摩擦力就會有影響 這樣子的磁力配置也很OK 你看我在轉的時候 有沒有 是不是就很適合 我只要抓住這兩層 我就可以很輕易的轉動這一半 可以很輕鬆的去飆三階 它在飆三階的時候就非常的順暢 那這一顆呢 有的時候你抓兩層的時候 它還不見得會整顆抓動 這個是要轉很快 你才會有感受到 那如果沒有的話 慢慢轉但是沒差嘛 但是因為這旗艦方塊 它訴求就是給高手高階 一些比賽的人在用的 那當然這種細微差異 它就要去照顧到 再來就是 它一樣圓角都很圓對不對 可是它轉起來的那種碰撞 你看我聽聽看 這個然後再來WRM 你可以聽得出來它碰撞比較細 不是沒有 是比較細 細很多 那這種細的感覺其實跟Voke就很像 跟Voke或者是無雙那種感覺就很像 只是因為它沒有Voke或無雙那麼薄的那種感覺 它還是有轉起來有點厚度 那這個就是廠家可能他們的模具啊 是塑膠的種類不太一樣 造成這樣子的差異啦 直接跳結論的話 我也可以說WRM就有點像是GTS-M的基礎 但是它帶入了很多Voke5的特色 那你說它融合這兩顆的優點也不為過啊 因為它真的是有Voke5的輕薄刃 但是呢 它又有奧創這個系列的那種圓潤的那種手感 因為Voke5它們是比較剛硬 它比較硬比較脆 它就沒有像這麼圓潤的感覺這樣 這不是僅僅只是1mm尺寸的差異而已 其實我比較過它的裡面的結構 外型看起來幾乎是一樣的 你看不出什麼差別 我覺得甚至可以把它 某些零件直接帶換 它就是會差異在什麼地方 差異在一些圓角它怎麼抓啊 或者是一些刀角啊 一些接觸面 它怎麼去配合那個轉動的那個摩擦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看得出來 需要廠家一直去不斷的去測試啊 不同廠商它們的技術力的展現 在這一顆GTSM推出的那個時期 我覺得這一顆就已經很有 稱霸這個市場的那個態勢了 那這個WRM出來了 我覺得跟這個 這一顆GTSM推出來的感覺其實蠻像的 我覺得應該也很難說有哪一顆是可以 摺壓這一顆的啦 要嘛就是真的就是手感上面大家喜好不同 當家旗艦喔 當之無愧 以上就是這一個奧創WRM 簡單的開箱評測 然後還有跟GTSM的比較 應該可以解答一些玩家 對這兩顆方塊差異的一些好奇 好不好 OK任何問題都要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有時間我們就盡量幫你回覆 OK我是烏偉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掰掰